在拍第二部《铁梨花》的时候 他们家又出事了 这事你知道吗 说实话 严老师 我真不知道 我真的没说 当时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都没说 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了 你当时是演到什么程度了 家里出这个问题 还没拍呢 没拍的时候 就想不去了 因为这个一个是不能说 另外一个这件事情出了以后 我跟所有家里人 跟亲属都讲 不要跟任何人讲 如果说有人问起 这件事的时候 就说家里边一切都没有问题 首先要说经济上没问题 因为我怕别人知道 这消息以后 亲朋好友就会说 有什么困难呢 包括我的同学 什么像刘家他们都说 你到底经济上有没有问题 因为脑细胞的 那个恢复的药 一针要一千多 一天要打两针 就是它植物人 实际上这个药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就跟所有的人都讲 我说第一经济上没有问题 说嘛 我说人生无常 那个时候 抢救室旁边就是手术室 手术室一会儿一片笑声 生孩子了 生双胞胎了 全家人都高兴 亲朋好友 一会儿一片哭声 从你眼前走过 手术没有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 你活着 要好好的健康快乐 嗯 嗯 嗯